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呼鸟呢是一种很特别的鸟 因为它虽然自己捕捉到了鱼 但是它不会吝啬地分享它的鱼哦 甚至其他的鸟儿要来吃它的鱼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分享的 它是一只慷慨的鸟 那我们来看看这只提呼鸟转肩头鸟该怎么做吧 我们来看看材料有哪些 需要请小朋友们准备一些不要的杂质 或是有一些DM不需要的后置板 再来我们需要这个卫生纸的关筒 还有纸 今天特别需要用到纸 铅笔 双面胶或白胶 还有剪刀 我们来开始动手吧 首先我们拿出我们的纸卷 还有一张白纸 或是刚刚说的杂质纸都可以 我在白纸上面画你们比较清楚 需要沿着这个纸筒画一圈 然后你可以拿你的双面胶的这个大小 要比它大 大大约一公分以上 然后再画一圈 换完之后呢 请拿出你的尺 然后我们需要在中心点的位置 这个圆等一下我们会剪下来 这个要成为我们的底部 这样的一个圆 然后这边我们等一下 这些小短短的这些线 都是要把它剪开 这样我们才能够固定住 如果有后置版的小朋友 你们呢就可以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 把这个圆筒放在上面 然后画一个圆剪下来 然后它等一下这个要贴在 我们的这个中间 好我们现在把它剪下来吧 好了 剪下来了 剪这边边剪下来 还有刚刚用这个后置版剪下的一个圆形 接着来这个短短的线剪开 短短的这条线上 记得哦 只是剪到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好剪完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呢 贴在我们的这个底部 胶火已经上上去了 现在把它粘起来 粘好之后 我们需要在这个底部 上一层双面胶或白胶 胶上好之后 把它撕开 这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把它 像花瓣这样的贴上去 有顺序的把它贴上去 就粘起来 底部就算完成咯 还是把它压紧 你现在觉得没有很好看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整个包起来 接着我们要在这个直筒上面 画下4公分的一个形状 这个4公分 那这个宽呢 宽大概才0.3吧 也就是我们要存钱 投币的时候的那个宽度 钱币很薄嘛 所以其实这个只要薄薄的就可以了 把它剪下来吧 好剪下来了 放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细缝 接着我们要拿出 我们预备好的杂质 选页你最喜欢的 可以选字的或者是图案都可以 那我想要选择有字的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部分 等一下呢 这要裁切成10公分 还有16公分 这个大小是看你的直卷的大小 是要一样高的 然后宽度就是 长度是可以整个包住的 所以如果你的直卷的长度不是这个 那你要先量量看 我们需要准备一张可以整个包住它的这样的纸 我们就把胶带 双面胶和白胶 捏在周围 好我的双面胶都已经贴好了 然后除袭就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给撕下来 撕下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黏的时候 想象会变成最后可能会黏歪 如果你会担心这个的话 就你就先撕掉 好先撕掉一边 撕点起来就好像折下去 确定你的这个纸筒是摆在一个正的位置 你就可以开始卷它 慢慢的把胶面胶撕开 好完成 那这边怎么办呢 这边我们需要再利用剪刀把它剪开哦 好了我剪好了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细细的这个头臂的地方咯 接着我们要把它看一下 侧边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它压扁 好刚好顺着 刚好是这个细缝在这里 刚好这个小小的细缝在这里 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形状 好 只要上面咯 下面不需要下面维持圆形 下面不需要把它变形 有看到了吗 这边就需要用胶带把它黏起来 这边可以压不要耐心 把它黏上去 把它固定住 把它固定住 把它压到旁边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这边再黏一条胶带 然后这边也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部分 皮虎的身体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画皮虎的嘴巴 还有翅膀及脚咯 我们现在再拿出刚刚的杂质 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颜色 想要用这个做成皮虎的嘴巴 这部分可能做成它都用这个翅膀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嘴巴怎么做 你们需要一个三角形 所以它的长 它的高度高度是7公分 那它的底部呢 底部是10公分 我们要怎么制作呢 先把这张纸就可以 你可以对折 你要的纸对折 来做我们的纸 我们现在把它对折以后 只要画一半的三角形 所以这边需要量5公分 做一个记号 好 7公分 做一个记号 然后把它们连在一起 做一个记号 还没准了吗 这里是5公分 这里是7公分 我们就可以直接剪下来咯 好 这是蹄虎的嘴巴 这是下边的嘴巴 那上面的呢 我也用同样跟好同样的颜色 一样就是对折 这边的嘴巴我们只需要 6公分的高度 我这里已经画好了这个三角形 事先画好三角形 这是6公分 底下呢 是2公分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画好之后 才剪下来 提补的嘴巴好咯 但是啊嘴巴啊 不会这么的 剪它有一点点弧度 你要的嘴巴有一点弧度 所以我们这边 可以帮它修剪一下 不要这么的剪 有点弧度 这里也是 鸟嘴剪好了 剪下来我们也要制作翅膀 我刚刚已经 已经先剪下来了 画了这个 这是我的翅膀 所以就看你们 喜欢自由创作吧 这边老师希望你们可以 自己自由的发挥 因为我觉得孩子们 你们都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你们的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你们可以 要依到自己喜欢的样式 来创作翅膀 还有一半 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拿出 这个比较厚一点的纸板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比较厚的纸板 所以我就剪下了 这个是蹄虎的脚 蹄虎的脚 它这个脚大约6公分 大约6公分 剪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粘贴咯 眼睛的部分 你也可以利用后纸板 画出你想要的眼睛 可以爱睡觉的 或是开心的 或是 可以有逗趣的表情 把它剪下来 好我们的眼睛也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把各个部位 黏上去咯 我们现在来黏鸟嘴的部分 先拿出上面的 比较小的咬嘴 然后要拿出你的这个蹄虎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要头臂的地方 唇前头的开口 所以呢是另一个位置 记得别黏错咯 你可以先比一比看 大概会是这样子 一个上面 一个在下面 往后面来贴咯 贴下去 好确定没有贴错 好再来呢 一样 这边底下 刚刚我已经贴了胶带 这边就可以直接贴上去 然后可以让他的鸟嘴有点开口 比较可爱 所以可以不用太紧 好 这是蹄虎的嘴巴 然后里面还可以放空气咯 再来我们就要黏我们的翅膀 要把它贴上去咯 要把它贴上去咯 是把它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边 可能高度啊不一定一样 没关系 都很好看 再来就是尾巴 哦 有点在最底下 然后nmi 柔减点的可以wo 鞋笔 捆卷 также可以捐鸟 捐出了 directive 可能会捐出去 再把跑彩水 切下去 哎呀,我們要黏上我們的可愛的眼睛咯 很喜歡它有點凸起來 最後,我們要黏上它的小角 大概在這個位置 腳還可以往上彎 你可以幫你的亭虎鳥做一些造型 像我幫它加了一帽 然後你可以做幾隻小魚 放在它的嘴巴裡面 記得嗎,蹄虎鳥是 它是會分享它的魚給其它的鳥兒們的 所以也讓我們學習蹄虎 它這樣子一個慷慨的品格 不知道你要存多少的錢 但是呢,這是你的心意 可以存進去的錢把它捐給有需要的人 也可以奉獻給教會 讓教會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讓我們懂得分享 也付出愛 是比獸更有福哦 我們下周再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勞作 拜拜 拜拜